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第五人格的排位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是販賣了一個小丑的新Skin喔 小丑皇欸 感覺好像還蠻帥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小丑的話呢 就可以來買買看我們這個小丑皇啦 我覺得其實有一些Skin啦 其實用買了就好欸 也不用用抽的喔 其實用買了就很划算啦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繼續來逃我們的逃脫者啦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贏個幾場喔 中間基本上只有打一場啦 而且那場還是輸的 所以蠻可惜的 我們看一下今天能不能來贏個幾場 順便加多一點分囉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 祭司跟我們牛仔 都已經可以在排位上面做使用囉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先來玩玩看我們祭司吧 可以用我們的傳送呼喚小圈圈 然後把自己的朋友拉過來喔 奇怪 怎麼又在爆聘 哇 這邊不但爆聘還遇到監管者啊 我的天啊 別鬧別鬧別鬧 穩穩穩 穩住 拜託拜託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來修個機喔 喔 好險好險好險 這邊的話呢 哇 聘質好像還不太穩定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先去修機了 喔 差一點就要爆機了 呵呵 還我好聘 拜託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大家都還沒發生什麼事情喔 那 慈善家那邊發警示說 有人在那邊 唉唷 重新連線了 重新連線應該就會穩定一點點 有 聘質比較好了 那剛剛的話 慈善家那邊是閃了一個監管者在附近喔 那我們就繼續來破譯 那我們現在的話 其實是可以呼喊的喔 來呼喚一下好了 有的要增加我的呼喚嗎 呼喚隊友中 好 聘名有一個 然後可以呼喚了 那我們就 呼喚成功之後呢 我們就繼續來破譯喔 唉? 唉? 沒有按好是不是? 唉? 怎麼那邊沒有了 還是直接被我們的監管者給打掉 太快了吧 怨太快了好不好 那我們在呼喚的話 大家要省著用喔 因為基本上儀式就是一百四幾秒 其實超久的超久的 那 聘質戰要等一段時間才可以再用我們呼喚囉 那現在的話呢 慈善家是被我們的速閃之魂打到啦 這場的監管者是速閃之魂喔 所以要比較小心 因為小黑的鈴鐺是很恐怖的喔 小黑的鈴鐺一叮 唉? 我們就只能在原地不動囉 哇 這邊的話 慈善家是倒地的 蠻可惜的 不過 目前來說的話 大家應該都還在破譯 所以就先努力破譯一下喔 待會有機會的話呢 看要不要過去救人一下 哇 這邊居然還暴擊 太可惜了吧 好 這邊的話呢 慈善家上椅子 這邊旁邊的是我們的先知吧 還是我們的機械師 我們旁邊有一個人正在端地板 然後 喔唷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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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呢 速閃之魂 好像是過來的樣子 那 既然是這樣的話 他好像在追他喔 那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去救個人 來哩哩 啦哩哩 啦哩哩 傳送門 傳送門 行蹤被發現沒有關係 先救下來 走走走 那機械師的話 這邊是吸引到了我們速閃之魂了喔 那我們就趕快再換個地方 那基本上祭司的話呢 有傳送門的話呢 就盡量放傳送門喔 基本上就可以更加 更多的一些隊友跑串的中間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機械師也倒地板了 然後也要被放上椅子喔 目前我們整體來說的話 只修好了一台機 其實還算是滿慢的喔 尷尬尷尬一波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 應該是可以再努力的修一台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是先知在這邊修 那我們在這邊也放一個傳送門好了 反正 機械師的傳送門的話就不要省喔 基本上 有的話就是一直放一直放就對了 好 這邊先知的話好像要去救人囉 那這台的話就交給我們啦 我們來破譯 這邊的話呢 池三家也是被打倒在地的 然後呢 這邊的話 機械師也還在椅子上喔 這邊 先知應該要準備去救機械師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OK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也修好一台機 那池三家這邊就是二階了 機械師救下來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如果再被上椅子的話 應該也是要就是直接飛天了 要比較可惜一點點了 這邊看一下能不能趕快就是 來打一波嗆死嗆死 那我們就繼續來修一下我們這邊的一些機台喔 比較快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機械師是在用我們的 小步溜修機喔 還不錯 那目前已經是破譯加速的時間了 就趕快繼續的破譯一下 那池三家是飛天了 那機械師現在應該是被救走了 所以還算是可以的局面 那修機破譯速度加速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修機速度還算是還滿快的喔 好 這邊小步溜的話一直在暴擊 基本上我們現在加小步溜的話 其實算是還不錯啦 那我們先 小心一點點喔 在這邊先放個傳送鎮 避免待會當直接過來會很危險 好 我們這邊先幫一下我們機械師呼呼個 哇 機械師這邊 還是被打倒在地了喔有點可惜呀 因為剛剛突然湖了 但是其實剛才那邊 小步溜爆擊爆得太多了 好 這邊的話就繼續修一下 不管了不管了 先修再說 這邊的話呢機械式上椅子 基本上也是要GG的啦 這邊的話13加 好險好險 有一點小尷尬了 好 先那邊等一下 其實我們是有傳送門的喔 所以不用緊張 傳出去就好了 喔唷 哇哩咧 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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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這個厲害拉 直接轉閃一波 還直接轉下去了 我們先躲在這邊 你發現不到我~~ 你發現不到我~~ 好他發現我了 阿GG 那這場的話我們應該可以幫先知拖一點時間喔 然後 阿 等死等死 剛剛那邊喔 滿可惜的 他居然一個轉閃直接轉到我後面去喔 原本想說 唉唷 居然 而且還是小黑心態 直接就在我們幫他亮的鈴鐺 那亮鈴鐺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段時間 一瞬間啦 會不太能動喔 基本上很好被他直接打到喔 滿可惜的 先知想要來救我們欸 但是這邊的話 應該還是就是趕快去 找地窖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因為他跳下來的話呢 感覺應該也要來不及了 喔不 祭祀是最後一秒 而且這邊的話祭祀可能還會被打死喔 滿可惜的一場啦 其實滿可惜的喔 好 那我們第二場的話來到是我們紅教堂 那剛剛其實 真的很少在用我們呼喚的傳送這裡 那這場的話呢 是我們的小丑啦 要不要小心一點點囉 小丑的話呢 最近剛出一個skin啦 所以大家應該都還滿喜歡小丑的 那我們這邊先破譯一下我們這台雞 那這次改版之後啊 我們祭祀就是一登場的話 就會有一個甜甜圈啦 所以還算不錯 就是幫助他就是 生存能力提高 那我們呼喚的那個圈圈啦 如果就是我們穿過去的時候呢 是有一段時間會有殘影在我們那個門前的喔 那先玩者如果打到那個殘影的話 一樣會造成我們傷害 所以這點大家要不要注意一點點囉 那我們就繼續來破譯 目前來說的話呢 慈善家是被打到了 優質小果加油啊 哇 不過這邊的話 慈善家 又接連的直接倒地喔 那這邊的話可能就是要比較小心一點點了 因為 代表我們這場的話呢 要破譯的速度要再快一點點了 那這場的組成是我們的慈善家 調香師跟魔術師喔 那待會的話 應該調香師或是魔術師 應該是可以去救人的 好 這邊的話呢 有人展開的行動 應該要準備去救人囉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對面是小丑的話呢 其實 小丑的守勢能力也是很高 而且基本上如果他救下來之後呢 他再衝過去 基本上 還是一樣會直接把我們角色給打倒了 這邊的話 我們慈善家又倒地了啦 那 調香師的話呢 是用了香水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事喔 那這邊的話 盡可能看一下能不能去幫忙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哈 呼喚一下隊友 按住 有沒有來 有沒有要來 欸 有沒有要來來 快過來 好 我們這邊的話是成功的過來到一個 不知道的地方 喔 調香師在這裡喔 所以 剛剛的話應該是調香師叫我們的 那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幫一下我們調香師 那慈善家這邊的話呢 應該是要準備被我們放生的 因為沒有什麼辦法 那 看一下咱們先把調香師給撲起來喔 應該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那小丑這邊的話 其實真的比較尷尬 因為小丑的話 他的那個 守身能力蠻強的 因為我們之前是玩過的 他不需要就是 站在那邊一直守 他基本上就是可以走遠一點點 然後再衝回來喔 其實會非常恐怖的 那剛剛的話就是我們小丑在衝刺的聲音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魔術師是正在 哇塞 這一定是撿到了我們那個推進器啊 衝得很歡騰啊 我的天啊 小丑真的很 真的是很誇張的一隻角色喔 真的還蠻好玩的 真的蠻推薦給大家的 因為基本上 他有那個推進器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恐怖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盡量放多一點傳送門 幫助自己待會可能會比較好逃脫喔 哇塞 這邊真的有點小尷尬啦 真的喔 雖然調香師這邊是才剛上椅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真的沒那麼好打 因為小丑的能力的話真的還蠻強的 好 那現在是破一加速的階段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魔術師現在也在破一啦 那看來應該是沒有人要救我們的那個調香師了 那這邊小丑應該在穿推進器了 他開始衝了 好 他準備開始衝了 那我們就先走好了 因為我知道他要衝哪裡了 他衝到魔術師那邊 那看來是有機會的喔 我們就趕快繼續再修一下機台好了 我覺得這場 應該也是地窖局囉 哇 直接一個衝刺直接把他給撞死 那我覺得這邊的話呢 他搞不好我根本就不會就是 把他放到那個椅子上 他會直接來衝撞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因為小丑基本上呢 他的移動速是超級無敵快的喔 尷尬尷尬一波 那我們先到處的架好一下我們的門喔 避免我們待會就是直接被打死 這邊他基本上應該是不打算把那個 魔術師放在那個椅子上了 好 開始衝了 開始衝了 各位 我們就先躲起來 來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可能要先找到 就是我們那個地窖的位置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先用就是 簡簡單單的修機方法 然後先把機台給修好 然後再看一下 地窖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盡量先躲在這邊 但是避免的一切的事情發生的話呢 我們就是還是要讓自己身上不要出現烏鴉喔 我們先架好我們家傳送陣 先架好之後呢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先破譯吧 目前不知道小丑在哪欸 他應該到處衝的感覺喔 好 那盡可能等我們魔術師死亡之後呢 我們就跳地窖 因為這邊把他呼起來的話呢 也不是一個好事情 好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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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我居然沒辦法傳過去 啊 尷尬了 這邊尷尬了 我們可能要直接死亡了 各位 我們這邊可能要直接死亡了 各位 哇 果然是直接死亡了 喔 尷尬一波了 可是我們這邊魔術師的話是直接暫體升值的 所以還是有點小機會的 加油啊 魔術師 那小丑的話呢 就是這點厲害啦 他根本就不需要守在你旁邊 他就可以用他的推進器 一直推 一直衝完整張地圖喔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隻角色 那但是目前的話呢 我們魔術師阿 就是 他在等一個嗆死喔 就是等他被打倒之後呢 就那個 可以過來用我們 那我們現在等魔術師被打倒 那我們先把我們治療上限用到一定的地方 啊 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了 等我們魔術師溜一下喔 基本上現在的話就是看誰先死阿 然後死的就先跳 死的 那活的就去掉地窖這樣子的感覺 好 這邊的話呢 沒問題 但是魔術師這邊又掛了 哇 他居然用我 太尷尬了吧 哇 好 這場只能輸了 啊 原本想說要起來的 但是沒辦法 果然小丑真的是很噁心的一隻角色喔 天吶 好 那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場的話呢 是來到我們盛心醫院喔 今天基本上都還沒有贏過耶 不過我們都活了滿久的啦 所以看一下這場有沒有機會喔 那就先放一下我們的傳送門好了 基本上 祭司一開始有個傳送門的話 其實還是很方便我們遛鬼的喔 好 傳過來之後呢 我們就先來 破譯一下旁邊這台雞 好 那看來這場目前來說 好像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喔 會不會其實輸了太多場 然後遇到人雞了 感覺是有可能的 好久沒有遇到人雞了喔 那這場的話呢 組成是我們的祭司 元丁 律師跟慈善家 那目前都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有比較高的機率 可能是我們人雞的感覺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也修好一台了 那現在目前只剩下三台要破譯喔 但是現在 大家目前都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欸 這就有點稀巧啦 好 我們這邊放一個就是 呼喚隊友證 啊 看一下有沒有要接應我們的呼喚 哇 這場的話是小丑 看這個樣子 蠻有機會應該是人雞的喔 看一下他是不是人雞哈 好 是 好 這場果然是人雞 但是我還是被人雞打中了 我的天啊 難道我要被人雞打死了嗎 哇 尷尬一波 剛剛的話呢 因為我們放了呼喚證 結果沒人呼喚我們 所以很明白的確定 這絕對是個人雞喔 哈 幹嘛不理我們的呼喚呢 這隊友在幹什麼東西 好 我們先進來喔 用到這邊最好了喔 小丑基本上就會被我們六的團團賺 尤其又是我們人雞 你看 我們可以在這邊卡點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卡點 哈哈 又一個卡點法阿 還不錯 真正如果真的小丑的話 直接把這個就是直接打掉了 要不然就是直接撞我了喔 沒這麼簡單阿 嗨 你們不要一直追我阿 沒有其他人可以追了嗎 啊啊啊啊兇 哇 尷尬 我 我們還要被 我們還要被人雞打爆了吧 哇 完了x2 再玩啊 再玩啊 好布 隊友要來救我了 應該可以 謝謝律師 吼 嚇死我了 我以為我要輸了 嚇死我了 我想說我人竟還沒輸過 怎麼可以輸呢 哇嚇死我了 好險沒輸沒輸 走走走 大獲全勝 嚇死我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爬到這邊啦 基本上現在祭司跟牛仔喔 都已經可以到我們排位上做一個使用囉 大家都可以使用他們全新的一些技能喔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祭司或者牛仔的一些推薦玩法的話 或是你對於他的新技能有一些看法的話呢 那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囉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喜歡就喜歡哲平的頻道喔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